第四消费时代读书笔记和读后感 上回说到了第二消费时代向第三消费时代的转变 家庭高准电器 已经不能激起他们的购买欲望 反倒是一些个人私人物品很畅销 比如索尼的Walkman成为了这个时代年轻人的标配 80年代开始 日本的未婚倾向就开始增强 25岁不结婚的男女开始增多 依然与父母一起居住的单身寄生者越来越多 年轻人不必再去东京闯荡 就近上班上学的人数增加 这让他们不必再去租房买房 救助在父母家里 依然心安理得 甚至连生活费都不必出 自己赚的钱 自己花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所以他们不会再为家里添置什么消费品 反而都在为自己添置物品 有数据显示1980年 在父母家里居住的寄生者 男性是32.9% 女性为26.1% 到了1990年 男性增加到44.6% 女性是38.8% 有人说 这是不是与日本的房价极高有关系呢 应该有关系 但不全是 因为在房价泡沫破裂之后 寄生者人数也没掉下来 反而越来越高 只是增速没那么快了而已 另外 职场女性越来越多 为了工作放弃结婚 即使工作很不如意 也要继续工作而不结婚的比例也是逐渐扩大 他们这么努力赚钱 就是为了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而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然后商家也投其所好 比如手表 原来大家买手表就是看时间 但到了80年代 京工集团开始打广告 广告词说 为什么不换个手表呢 这样就可以诱导年轻人 工作用的手表 和约会以及运动用的手表要分开 也就是说鼓励年轻人要买好几块手表 数据统计 在80年代 家庭中标准家电的销量增长放缓 比如电冰箱 吸尘器 洗衣机 彩电 但是与此同时 个人消费品的数量开始快速增长 比如录像机 个人电脑 空调等 当时还有媒体创造了一个新词 叫做创费 简单来说就是为了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消费 企业帮助消费者 买时尚 买设计 通过自己的产品 帮他们表达自己的个性 这对于日本的消费市场有着重要的意义 因为生活必须凭你够用就好 比如手表这个东西 如果只是看时间 一块就够了 用坏了再买 但是如果它要变成了时尚品 理论上是没有需求上线的 买三到五块也很正常 有些玩表的人 甚至买十几块世界名表 跟手表类似的还有服装鞋帽 首饰化妆品等等 这种观念上的转变 一下就把消费市场的天花板打开了 买东西不再是为了使用价值 当时色谷公园开业的时候 他们就第一次打出广告 差异产生美 作者说 第三消费时代不再是简单的消费 而是创造性的消费 买胡萝卜回来 从来不需要他人的看法 但是买时尚的衣服不仅要满足自身的需求 还要求得别人的赞同 消费时代的变迁 也让消费场所发生了变化 百货公司是第一消费时代的产物 而大型超市是第二消费时代的产物 便利店则代表了第三消费时代 74年711开了第一家便利店 现如今全国已经有5万家店铺 全世界更是到处都是 在便利店的冲击之下 超市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 现如今百货商店早就在走下坡路了 超市也快速回落 便利店在日本还可以 但在中国也越来越艰难 未来肯定还是电商的天下 另外 物质消费已经不足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了 服务消费开始兴起 也就是说第二产业开始让度给第三产业 消费者在吃饭的时候 不再是千篇一律的自己做饭 而是可以选择各种餐馆 70年和71年肯德基和麦当劳先后登陆日本 餐馆和快餐店数量大增 一开始都是家庭式的 父母带着孩子来聚餐 但后来就变成了个人行为 自己可以约朋友去吃饭 甚至自己单独去吃麦当劳也是经常的事情 最后吃快餐的机会 要远大于自己做饭的机会 后来在90年代 日本就已经流行起了外卖 把外面的饭菜拿回家里吃 作者说 这种独自吃饭 并且减餐的状态 其实已经开始慢慢具备了第四消费时代的特征 至于餐馆的服务 其实是倒退的 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 日本的餐馆服务越来越少 流程也越来越简单 服务员被各种自取 自助是服务所取代 第三消费时代的特征 还有一个就是追求质量 追求名牌 学生们对于名牌商品就已经趋之若物 日本人受到了美国流行文化的影响 开始追求美国的那些流行产品 还专门有一种类似于流行产品目录的东西 介绍时下全球最流行的产品 从衣服到汽车 什么玩意都有 深受大众欢迎 此时的日本汽车工业 都在模仿美国 比如当时的福特野马非常流行 而丰田你就做出了一款外形很像的车 叫做丰田赛利卡 日产 三菱这些公司也纷纷效仿 开始了高端汽车的竞争 那一代年轻人 非常注重汽车的性能 还经常开快车 投文字D里面的A186 就是83年投产的一辆非常著名的跑车 基本就代表了那个年代最流行的时尚 和对汽车的审美 第三消费时代 其实就是从物质到内心的满足 吃得饱穿得暖 衣食无忧之后 还有富裕前就得找点满足感 精神富裕的需求 也一直拉动着日本社会的消费能力 也多说一句 其实现在中国也处于这一消费时段 你做任何生意 都是去满足大家空虚的心理 而并非是提供基础物质 比如开个餐馆 绝不是解决大家吃饭这么简单 你要满足他社交的需要才行 卖车也不再是让他能开走这么简单 要让他觉得某种虚荣得到满足 所以越是小车越是骑行怪状 五颜六色 越是豪华车反而越沉稳 颜色也比较少 样式也不多 这就是装富的标准有很多概念 但是真富的反而标准统一了 日本也经过了先发展到治理的过程 他们在70年代召开市博会 主题就是人类的进步与和谐 这刚好与第二消费时代向第三消费时代转变相吻合 之前是粗狂式发展 之后越来越精细 越来越追求美的东西 富士施乐有据广告词就叫做从猛烈到美 可见社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 人们关注和追求的东西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但是生活在进化 公众情绪不满却在增加 有调查说1959到63年 对现实生活不满的人占比30到34% 到了1971到73年 比例上升到38到41% 不满情绪到75年达到高峰 然后开始回落 在95年之后 又开始快速反弹 70年代是日本依旧增长的年代 但是社会调查显示 有一半的日本人不希望这么增长下去 这其实跟我们前几年有点像 当年高铁出轨的时候 就有无数人呼吁 说中国经济应该慢下来 等等我们的灵魂 但是真等经济慢下来了 这帮人又彻底慌了 其实说白了就是 大众社会结束 小众社会产生 然后出现了贫富分化 在凸显个性的消费时代 有些人被无情地甩下了 所以尽管自己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但是依旧对社会发展表示不满 甚至最后仇富 仇视发展 现在咱们也是如此 很多人怀念小时候的天更蓝水更轻 没事在马路上骑自行车的记忆 但是当时吃不上喝不上的事他就不提了 在大众的时代 大家都愿意过一样的生活 而到了分众的时代 每个人都追求与众不同 独具风格 但是与众不同 脱离群众 是需要有经济实力做支撑的 如果你没钱支撑 那就只能跟其他人一样 那么就会感觉到不满意 当时做了调查 你认为家里贫穷吗 回答富裕的占了34% 回答不贫穷 但是也不宽裕的占了52% 作者管这部分人叫做新穷人 他们是这个时代的领导者 他们推动了中产阶级等于大众的崩溃 这些新穷人 他们不宽裕 所以只买对自己效用最高的商品 那些高级商品中 去掉多余功能的商品 成为他们的首选 比如著名的日本品牌 无印良品就是专门满足这部分消费新穷人需要的 它刚好80年诞生 剔除了名牌商品的多余之处 以环保 简洁 以人为本的理念 靠最基础的材料取胜 日本社会其实收入差距一直并不大 他们的最高工资行业和最低工资行业 也就差1.5倍左右 但是后来在土地和房子的飞涨过程中 差距逐渐拉大了 早买房的人成了有钱人 晚买房的人财富被洗劫 这次房地产的脸着地势的硬着陆 也彻底改变了日本社会良好的发展势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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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